台铁金船接到了上大炸弹威胁 一名自称孙姓的民众 在28号晚间寄信到了铁道局局长的信箱 恐吓说如果不提供赎金 就要携带炸弹从高雄出发 在总统府还有高雄车站引燃炸弹 台铁得知了消息之后不敢大意 除了火速的报警之外 也加派了人手巡视 警方追查之后发现 这封邮件的IP位置 是从美国华盛顿的境外网络 正在全力的追起雄险当中 人来人往的车站大厅 在传出炸弹攻击恐吓事件 一名自称姓孙的民众 28号寄了一封信 到交通部铁道局长的信箱 杨烟在29号早上6点 带着炸弹从高雄北上 在总统府高雄车站引燃炸弹 威胁台铁若不想让列车炸成废铁 就近快和他联系 并缴纳赎金 台铁得知后除了火速报警外 也加派人手巡视 还好没发生爆炸事件 也没有任何可疑人物 这样带着小朋友会紧张 相信我们的警政署 应该会及时来处理这种讯息 他们也必须要先查证 看这个讯息是真或是假 警方进一步追查 发现这封邮件的IP位置 是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境外网络 全力追气嫌犯中 台铁也表示 由于证明民众留言处所 飞属台铁局辖管旅客 咨询信箱无法多做回应 不过对于类似恐吓事件频传 以家常战区和列车巡查 维护旅客安全 这中央报道